讲道记录第25篇恩赐 执事与功用 讲时 1935年11月21日下午 讲帝 泉州读经 使徒行传六章二至四节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范食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从略 奔赐 功用与执事临前十二章四至六节说 奔赐原有分别 圣灵确是一位 执事也有分别 主确是一位 功用也有分别 神确是一位 这里共提到三件事 奔赐 执事与功用 奔赐乃是圣灵的事 功用乃是神的事 执事乃是主的事 这三样乃是三而易之神的事 以往许多人只注意恩赐 不注意执事和功用 我们要知道 执事和功用的地位 才能认识恩赐的价值 以及恩赐的功用 恩赐乃是围着产生执事 而执事乃是围着产生公用 恩赐就好像一个人的本事 执事就是那一个人的工作 而功用就是那个人工作的结果 比方这里有一家营造厂 厂里有泥水匠 石匠 木匠 这三种师父各有不同的本事 木匠中又各有不同的本事 有的做地板做得好 有的做窗户做得好 有的做门做得好 这些不同的本事 就等于圣经里各种不同的恩赐 每一个神的工人在神面前 都有某一种恩赐的本事 这些恩赐是圣灵所赐的 因为恩赐原有分别 灵却是一味 各个人都有他的恩赐 但必须受圣灵的支配 十一 圣灵分给个人恩赐 并不是让人这里做一点 那里做一点 圣灵赐下恩赐是有计划的 我们的这圣灵的恩赐 乃是要教我们受主的安排 做某部分的工作 这个从主领受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执事 好像说营造厂 在各处盖房子 许多人被派到各处去 有些人专门能做地板 公投就派他们在一处做地板 另有些人专门能做门 他们被派到各处做门 也由公投支配 这些被指派的人都有本事 也就是恩赐 所指派给他们的工作 就是他们的执事 人的手艺乃是恩赐 被派做的工作 乃是执事 最终的结果不是自己做了什么 乃是他们共同达到了 公投所要的目标 保罗和亚波罗两人工作的 分别在那里 保罗栽种 亚波罗浇灌 但神使人生长 零前三六 这就是公用 保罗和亚波罗各有本事 各有才能 主就拆派他们个人照 他们的本事和才能做工 根据不同的拆派 他们就有了不同的执事 你有手艺 就是你的恩赐 能造公投所要你做的 这就是你的执事 而你和别人的执事 所做最终的结果 就是公用 今天我们都需要到 主面前问自己 究竟主给了我什么恩赐 到底我有什么执事 如果你已经的着了恩赐 也有了执事 那你就要求主成功 那个公用 和合本圣经的 公用这次译得不好 最答意的是用举 这个字 中文里有大举这次 也就是说 神在宇宙中有一个大举动 他要如何成功这大举呢 乃是由圣灵来成就 圣灵赐下恩赐 神来支配个人使用恩赐 为要达到神的目的 我们所要负责的 乃是忠信地照着 自己所得的恩赐 并主所指派的执事来工作 至于公用方面 我们不必担心 因为我们莫办法做什么 那是神的事 灵前十二章 把恩赐与圣灵摆在一起 执事与主摆在一起 公用与神摆在一起 就是要启示给我们看 恩赐是由圣灵赐下的 执事是由主安排的 而公用乃是神来完成的 保罗可以栽种 亚波罗可以浇灌 但是叫人生长的乃是神 保罗有栽种的执事 亚波罗有浇灌的执事 但栽种与浇灌后 生长不生长完全在于神 这与铺地板 做门窗是完全不同的 恩赐和执事的分类 在圣经里的恩赐 可以分为二大类 根据这两类的恩赐 就有两种不同的执事 一类是为主做工的恩赐 一类是负地方责任的恩赐 所有恩赐与执事 都离不开这两类 个人都有主所给执事 为主做工的专门出来做工 负地方教会责任的是事物的 普通弟兄姊妹也有其执事 行传六章就说到 这二种执事的不同 在教会中有两种工作 一种是属灵的 一种是属物制的 前者是关于灵性的 如使徒们祈祷传道的执事 后者是关于数物的 如私体反复是饭时的执事 必须清楚自己的执事 在这里我要对同工们说一点重要的话 你们都必须清楚自己的执事 现在你且慢着找你的执事 是什么 你要先看你是属于那一类的执事 是一个为主出来做工的执事 还是一个负地方责任的执事 是以祈祷传道为事的 或是服事饭时的 是属灵的 还是属物制的 这乃是一大问题 彼得是说 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执事 这一类乃是属灵的执事 以后才选出七个执事 做另一类属物制方面的工作 我们必须先确知神护照 我们在那一类执事里 然后再问自己的执事是什么 在各地负责的弟兄们 也是一样 需要问神给你的执事是什么 如果不看清楚这分别 就无法知道 个人的执事是什么 试问今天在你们中间有多少人 是真正知道 神护照你们 在那一类执事里的 你必须在主面前详细祷告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分执事 至于你那分执事 是在那一类的是凤里 你这个人在神面前有那一种功用 就全看你对神给你的护照清楚与否 你如果清楚主给你祈祷传道的执事 你就必须竭力朝这方向前进 你如果不清楚 就要留在另一类执事中 公会里有许多传道人 不站在神所给他的那一类执事里 主没有分配 你在祈祷传道的执事中 你千万不要用肉体的力量 把自己放在祈祷传道的执事中 主只供应他自己所要的执事 也只赐福那些站在他自己所给执事中的人 你如果不站在主所给你的执事中 他不能攻击你 也不能祝福你 但这并不是说 只有祷告传道的执事 才能祷告传道 私体反不是在传道和祷告的执事里 但也可以在各处做传道和祷告执事所做的工作 重要的是 你必须清楚自己所有的执事 并且站在这执事中 如果有人自以为自己有祷告传道的执事 因此到各处去传道做工 圣经并没有禁止这样的人活动 腓立比一章里保罗也说 只要基督能被传开 不管如何传法 为此他就欢喜 十八 但我们不能就算这等人为同工 也不能为这样的人按手 本地负责的弟兄 要禁止未经按手的人 在本地聚会中传道 当然在某一范围内 还得让他做工 但不要让这样的人太过活动 如果有不能决定 要不要为某人按手的情形发生 可以暂缓按手的是 等候神来印证这些人的工作 之后再行按手 若是神没有明显的印证 我们就要坦白地告诉他 对不起 弟兄们不能为你按手